哦是不是 就是那种穷乡屁壤 他没地方没办法找 咱这时候怎么办呢 谷歌地图 谷歌地图放大 你应该一直放大 你看到有个床的标志的 那就是睡觉的地方 是不是 或者是你自己搜 hotel hostel 什么guesthouse 是不是 根据你这个钱包 是不是 你钱包古一点 你就搜hotel 是不是 你钱包一般 那就搜hostel 你要钱包像我一样的 是不是 就是比较穷的这种 就搜这种guesthouse guesthouse 说白了就是咱们的旅馆 就是比较便宜 搜好了以后 你再去看 谷歌地图上不是有图片吗 你看人家那个图片 这个酒店一看 我就住不起 算了 就这样子 根据你自己的要求 是不是 看好酒店 这个时候 人家酒店一般都有电话 上面都有电话 你不是有电话卡吗 就算是没电话卡 你用咱国内的电话打也行 反正一分钟也就是两三块钱 土豪也不在乎这点钱 是不是 问一下人家有没有房间 就这么简单 其实在一些地方 就是除非是旅游城市 才会有什么房间订满 或者是旅游城市 那种旅游高分期才有订满 在有些国家 有些城市 他这酒店开了以后 我估计这辈子他都住不满 哪有那么多人 根本不像我们国家说是 移到什么 开个什么博览会 或者是高分期 移房难求 不可能的 有些国家 除非是这二八景 是那种 大型的一些活动 或者是 比较著名的一些景区 景点 他可能说是会买 基本上买不了的 也放心 好了 基本上呢 就是吃住行 没说吃 吃这个呢 我改天吐槽 这个吃我要好好吐槽一下 我这一路真的是 吃的我 我今天还发了一个 这个胃头条 我吃的是萝卜咸菜 炒了一个这个胡萝卜 但是我这两个眼睛看过去 一个是红烧排骨 一个是清蒸鲁鱼 我真的好好想吃排骨啊 猪肉啊 真的 现在几分钟了 二十分钟了 好吧 这个视频呢 基本上又要结束了 其实我挺能扯的啊 就是这咕噜 一咕噜都不掐 也不需要剪 二十几分钟 是不是 下次跟你们聊一聊 中东中亚 还有这些国家 这些吃的 还有就是我们中国人出门 要带点什么东西 能一解相思愁啊 知道吧 这次下次说 下次说 好了 这个视频呢 就这样结束了 小李 下次再告诉你们 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